福州三方七巷历史文化街区位于福州城的中轴线上 是一处方圆40多万平方米的古建筑群 有人这样评价它 一片三方七巷半部中国近现代史 历代从这里走出400多位名人 包括林泽徐、沈宝珍、严富、冰心、林军明等 大量对中国近现代进城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 3月24号下午 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三方七巷历史文化街区 了解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情况 陈丽丽是三方七巷文创中心的工作人员 见到总书记她感到十分亲切 陈丽丽告诉记者 总书记走过的郎官巷 这两天也成了民众打卡的热门地 见到总书记的时候 现场大家都很高兴 然后都在跟总书记打招呼 然后总书记也会跟我们打招呼 就觉得离我们更近了 然后就是更贴近我们的生活 然后关注我们三方七巷的变化 然后一些从以前到现在的一些改变这样子 因为总书记有到这条那个巷子里面来 所以说我们郎官巷这一条就是打卡的人都非常的多 三方七巷始于竞潮 到明清时期达到鼎盛 历经千年 依旧基本保留完整 三方七巷被誉为理方制度活化石 明清建筑博物馆 然而上世纪80年代末 90年代初 三方七巷也曾经面临被破坏的风险 当时福州市有关部门批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 开进三方七巷 准备拆除林决明雇居的部分建筑 转建商品房 刚刚担任福州市委书记不久的习近平 得知这一消息后 要求暂缓拆迁 并对雇居进行修缮 他在1991年3月10日的下午 亲自到过三方七巷的林决明兵心雇居 召开过现场办公会议 当即决定要将名人雇居进行保护 而林决明兵心雇居也成为了三方七巷 第一个成为被保护的这个院落 也开启了后来整个三方七巷的这个文化辉煌的历史 现年72岁的陈永健是三方七巷的老居民 从过去破败不堪的街道 到如今游人如知的街区 他见证了三方七巷的蜕变 十年前 陈永健当起了三方七巷的义务讲解员 向南来北往的游客 介绍三方七巷的故事 没改造之前三方七巷是满目疮痍 没有下水道污水横流 那现在恢复古建筑了 这十几年他们修复过程 是没有搞推倒重来的 是修旧如旧 循序渐进的这样子做 把三方七巷这个文化品牌打出去了 有些固有的文化 介绍给海外外同胞 介绍给湖湖湖海的游客 增强文化自信 如今三方七巷成为了福州市的地标之一 吸引着众多的游客前来参观游玩 三方七巷名人辈出 这里也走出了中国近代史上 杰出的启蒙思想家 教育家 翻译家 他历史三年 将英国人赫须离的天眼论译成中文 这本书鲜明表达了物竞天责 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 向人们提出 不振作自强 就会亡国灭种的警告 严富故居位于狼关像 是一座占地600多平方米的院落 1997年 在严富与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上 时任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 曾为严富提词严谨治学 首唱变革 追求真理 爱国兴邦 对严富一生给予高度评价 在三方七巷考察期间 习近平走进严富故居 再次感悟这位先进中国人的 非凡见识和勇气 严富先生的这个精神 他主要是对于中国近代科学 与爱国方面 做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率 继续去传承和学习 严富先生很珍贵的这种文化的精神 2002年4月 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 在为福州古厕一书作序时写道 保护好古建筑 保护好文物 就是保存历史 保存城市的文脉 保存历史文化名城 无形的优良传统 此次习近平总书记赴福建考察调研 在武夷山考察纪念南宋著名理学家 朱熙的纪念馆朱熙园时 习近平指出 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从武夷山朱熙园到福州三方七项 不能看出习近平对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一以贯之的关注与思考 总书记能够亲自再次回到福州 回到三方七项 这个他曾经来到的地方 他嘱咐我们一定要继续把三方七项的文化工作做好 继续把福州文化遗产保护好 所以我们也必将要谨遵总书记的教诲 将我们的这个本职工作 还有这个福州的文脉传承下去